包含了一名幼童死亡 详情交给记者吴宣彤 好 之前跟大家提到 巴赫姆特这个乌东的城镇 一直以来都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攻击最猛烈的地方 但今天我们要跟你说 同样被攻击很猛烈的 是巴赫姆特西北方 这斯拉夫杨斯克 他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盾内刺客州 目前正在遭受到俄罗斯的抛轰 已经酿了8死21伤 而当中这8死 还包含了一个 只有两岁的幼童 而根据当地乌克兰警方是说 这个幼童 他从废墟救出来的时候 送一过程在救护车上 就已经过世了 甚至像是法新社的记者 实际观察 他也说 目前看到了很多被炸毁的公寓 救难人员都在里头 不断的挖掘来找寻生还者 并且形容整条街都遭到了炮轰 并且冒着浓烟是满目疮痍 而面对这样子的情境 当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非常的不满 并且严厉的谴责俄罗斯 残酷的炮轰民宅 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确认小朋友还活着 救难人员站在被炸毁的房屋上 忍不住激动大喊 眼看家园一夕全毁 居民无法接受 掩面大哭 乌克兰东部斯拉夫 杨斯克 二军再度空袭 这次还把五层楼公寓 炸成废墟 二军飞弹起来的破坏 不只有飞弹 还有地雷 乌克兰空中侦察小组 趁着攻击停止的空档 用无人机寻找地雷的位置 只是老百姓的日子 还是得过 尽管有夜间宵禁 还有不少乌克兰人 出门庆祝复活节 然而现在乌克兰人 还得面临天灾捣乱 因为地涅泊河暴涨 乌克兰首都基辅大淹水 饱受战乱的乌克兰 离正常生活似乎还是很遥远 TVBS新闻同道 而现在正值美国在亚太地区 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之际 俄罗斯同时也宣布了 将模拟 击退 登岛敌军 以及试射飞弹等等演练项目 再请宣同来说明 好 周四才在日本海演习的 俄罗斯太平洋海军舰队 现在又有新的动态了 这一位是俄国国防部长萧伊古 他就提到他接到了当局的命令 正在进行模拟 击退 登岛敌军 以及发射飞弹 测试鱼雷 等等的军事演练 那么当中也提到理由 当然是希望可以提高 武装的部队战力 来击退来自海洋的进犯敌人 而是哪些岛 他们模拟的就是枯叶岛 以及在他东南方的千岛群岛 而这千岛群岛 其实一直以来 在他周围有很多的小岛 都是备受争议的 像是日本就说 主权在二战结束以来 就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像是称这些争议岛屿 就叫做北方四岛 而这北方四岛 显然现在还是处于 亚太地区紧张的升温之际 但是这一位俄罗斯的武装部队 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 却提到了 现在俄罗斯的海军舰队 将在演习期间 来处高度的戒备状态 并且陈恩会在这些训练区当中 来进行部署 并且会在这里头 来进行战斗的演练 而其实除了俄罗斯之外 北韩才刚试射完火星18的洲际飞弹 而且大陆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也在这个时候宣布将造访穆斯科 三国的动作频频 也让外界质疑 是不是已经事前说好 要分镜何集呢 全副武装动起来 装甲车往港口移动 同一时间有船舰献踪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闪电 宣布实施警戒任务 一口气提升到最高层级 俄罗斯国防部长亲自下令 要军队高度戒备 甚至传出有远程轰炸机也参与证物 究竟为何如此大动作 时间点阵风中国大陆防长李尚福 预计防恶引发外界揣测 其实不止俄罗斯好几个亚洲国家 过去半年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 这也是南韩国军 加强空军战力的还有新加坡 他们买了四架美国F-35B战斗机还不够 现在决定再度增够八架同款机型 看准的就是F-35B垂直起降功能 适用于像新加坡这样国土面积有限的国家 另外新加坡也引进数位新技术 训练海军和空军实战 而且同步强化城市防卫能力 希望透过模拟城市的实景 提高军队训练的真实性 另外乌克兰也持续在反制 有企业资助俄罗斯的行为 最新的消息是 他们点名大陆品牌小米 为国际战争的支持者 而小米也有相关回应 继续交给宣童带我们了解 自从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其实各品牌方都非常的害怕 会选边站的情形 而就在这时候 乌克兰的国家预防腐败局 就罕见的将中国大陆小米 这个品牌 列为国际战争赞助商的名单 理由是他们正在积极的恢复 俄罗斯市场的营运 将给予制裁 那么也提到了 其实在2022年的春季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虽然当时小米 是没有展开相关的营销活动 但是以现在来说 他们已经恢复了办事处的招聘 同时也正式销售 他们的旗舰手机商品 并且提到 在2022年的第三季的时候 他们的交付量 甚至比上一季 还要来个高的39% 而近日的小米13 在预售的需求 更是上升了4倍 在前几天 更是已经涨到了5倍之多 显然小米这个品牌 在俄罗斯 它其实占据着领头羊的角色 而对此小米当然是不开心 他表示全球的消费者 都有获取通讯工具 以及资讯的权利 并且提到 在100多个国家的业务里头 都是遵守法律的 强烈反对 把他们放入名单当中 也强调他们 从来都不支持战争 那么以上 就是这一节的新闻资讯 如果想要掌握 更多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加入 LINE的官方好友 都能带您掌握 娱乐大小事或新闻内幕 不漏接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欢迎收看1500整点新闻 我是浩婷 投票话题我们一起来关注 现在警方打击黑帮 有个大的斩获了 就是抓到了黑帮保和会的会长 林修博 发现他违法经营酒店 那么先前是找这个少女陪坐 那么才因为馆长的枪击案 被判刑一年 这回落网被抓 直接入肩服刑 雨漫 好 主播台北市警方日前 是逮捕了保和会